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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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Mae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有一陣子沒有見到大家啦 你們有想我嗎? 前幾天我在IG線動 跟你們分享我實施減糖飲食的結果 這是實施減糖飲食前的我 這是熱真實施減糖飲食後的我 沒想到引起大家的熱烈的反饋 說實話,我自己的飲食已經有一點開始走鐘 然後漸漸的有一點對糖 開始有些上癌了 怎麼說呢?我一大早起來我就會想吃麵包 而且午餐晚餐如果我沒有配飯的話 我就會覺得好像這一餐就不是那麼的完整 不是那麼的可口 不會感到滿足 餐與餐之間 我也會遠不住渴望想要尋找一些零食 甚至是蛋糕點心 漸漸的呢,我開始有一些愛喝手搖飲的習慣 然後幾乎每一天我都會想吃加工啊 精之類的點心 因此我發覺到這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飲食習慣 我需要改變 你的飲食常常讓你沒有精神嗎? 很有可能是你攝取太多糖類了 這些都是滿滿糖類的飲食喔 而高碳水的食物很容易刺激胰島素分泌 那當這些葡萄糖它沒有被消耗的時候 它就非常容易形成累積在我們腹部 累積在我們身體上面的脂肪 那對於高運動量高消耗量的族群而言 其實並不太需要害怕碳水化合物 因為尤其是在運動後攝取碳水化合物 可以刺激胰島素分泌 而這也可以幫助我們的肌肉合成 因此你只要有意識的去控制你的熱量 其實基本上吃適量的碳水物 還是可以讓你減脂 甚至是讓你全力維持低體脂 然而對於中低活動量的族群而言呢 平常都已經缺乏消耗量 那你更需要實施減糖飲食 改善自己的體態同時也有助於你的健康 那我的減糖策略是什麼呢 關於我對減糖飲食的認識呢 主要是看這本書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飲食書 他們會講到減糖這個概念 所以減糖它其實有分不同level的 有些人會分三個不同level 那大概就是有分溫和派 然後比較激進派 那強烈的減糖它可能就有一點點接近生酮飲食 溫和派的減糖我覺得是還蠻適合大眾的 其實就是稍微的避免掉我們日常所接觸的精緻澱粉 就是少吃麵啊飯啊跟筋類的澱粉 然後加工的甜點等等 其實就是一個蠻溫和跟大眾蠻容易實施的減糖 那我自己的話我仍然會吃水果 少量的麵包米飯 我會提升整體的蛋白質 還有脂肪的比例來讓我的血糖是保持穩定的 然後吃蛋白質也有助於維持我的肌肉量 讓我不會覺得有很強烈的愛爾感 那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啊 我要先強調我既不是醫師 也不是營養師 只是一個很喜歡運動生活 然後對健康飲食很有興趣的女生 所以以下分享的tips就是 比較背賞我個人的經驗 對如果你有任何飲食上面的疑難雜症的話 還是建議諮詢專業的意見喔 每一天的早晨我喜歡用兩顆雞蛋 來開啟我活力美好的一天 愛吃麵包的我 用米餅來代替較高碳水的麵包 炒蛋配米餅 然後火龍骨 米餅的熱量一片大約只有20大卡 碳水含量非常的低 搭配炒蛋吃是相當的有飽足感的 我還會另外搭配一份自己喜歡的水果 像是胡龍果 不僅維酸素C很高 也是低卡高飽足感的水果之一喔 午餐的部分我想要為自己做一份好吃的酪梨醬 把酪梨用叉子壓成泥 加入番茄水以及洋蔥丁 還有水煮淡水一匙的優格醬 甜胡椒 均勻地拌一拌 加一點檸檬汁提味 完全美味的露里優格醬 這一家的雞雄醬我覺得很好吃的 今天吃的是香檸檬雞細的口味 對我來說這無意是個完美的午餐輕食搭配 薄片的全麥吐司上面擺上沙拉葉木素芽 滿滿的露里優格醬 還有舒肥雞胸 我加的是士拉茶辣醬 吃完午餐之後我在家裡 用負重的雅鈴做了居家的高強度訓練 大約40分鐘的時間 晚餐的話我和朋友在外面吃 宋江南京附近的健康餐廳 我點的是紅酒牛肉沙拉碗 有帶一些筋小感還不錯 然後調味是用最簡單的方式去調味 在外選擇餐廳時要注意餐點的烹調是否過於繁複加工 越接近天然圓形的烹飪是最好的喔 第二天的早晨我想要給自己的早餐來點不一樣的變化 我先把紅椒切成條狀 在平底鍋用橄欖油 稍微的拌炒至軟 加一點鹽胡椒調味 在兩顆太陽蛋上面 擺上彩椒絲還有一匙的青醬 起鍋完成 明天的早餐 青醬彩椒太陽蛋 煮米餅 配一杯咖啡 早安大家 今天一早起來就想吃 充盛的早餐 原因是我昨天吃完晚餐之後 我還跑去打雨球 這段我沒有錄進去 打了大概兩個小時 所以也蠻消耗體力 但回來是幾乎沒有吃東西 所以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就感覺蠻明顯的就是肚子有在焦 它還在滴汁 這件bra 很特別吧 我在歐洲的愛迪丹麥的 買的時候五折價 所以只要22塊歐元 非常漂亮 現在切了一些低碳的蔬菜 包含洋蔥、櫛瓜跟彩椒 蔬菜們撒點鹽、胡椒、義式香料 再買回來的青魚 它是已經有調味過的 所以我就不再上鹽吧 這個是在法國買的乾燥的香料 很適合搭配海鮮料 清魚沙拉 清魚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和Omega3 尤其是幫助腦部發展神經細胞的DHA 然而要注意的是 清魚的脂肪比較高 一大尾的熱量約400多大卡 目標減脂的女性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份量喔 留意到剛剛正餐的蛋白質沒有很夠 再加上訓練完 因此我給我自己泡了一杯 芝麻口味的高蛋白 如果只有加水的話 熱量只有100多大卡 蛋白質卻有20多克喔 準備晚餐的部分 在豬肉片上面撒點鹽胡椒 檸檬汁 還有一些麻辣粉 用絲瓜切成條狀之後 並用剛剛醃製好的肉片捲起 氣炸大約8分鐘的時間 平底鍋相煎 用鹽胡椒義式香料粉醃製的蝦仁 兩顆蛋打勻 將洋蔥以及番茄丁 一起的拌炒一下 並加一點醬油 慢慢的燉煮 倒回剛剛的蛋液 拌炒至嫩嫩的狀態 倒回剛剛煎好的蝦仁 以及蔥花 完成今天的晚餐 完成今天的晚餐 今天是剛剛工作做的蝦仁 優格醬煮濕 然後的蛋白子在這邊 他就丟到下面去了 然後因為我們要離開攝影棚 所以我趕快外帶出來 工作有點累的關係 回到家之後 我有想吃東西 我先吃了兩顆水煮蛋 還有一大顆的水蜜桃 覺得超級幸福 那下午我跟朋友約在Go to eat 本來想說喝一杯咖啡就好 但是我突然好想吃它的燕麥脆雞 它的燕麥脆雞無敵好吃 而且是用烘烤的方式 所以在烹調上面 也算是比較健康的炸雞 又可以滿足吃貨的味蕾 回到家之後 發現媽媽買了一大盒的豬腳 還有一盤炒高麗菜 我拿了一些筍絲高麗菜 一大塊豬腳 還有滷豆腐 以及藜麥毛豆 通常豬腳不太會是我平常吃的東西 因為我們都知道豬腳的脂肪高 熱量也偏高 但是因為算一下今天的熱量 還有一些酷打 因此我就拿了一塊最肥美的豬腳來啃 乳豆腐的部分也有較高的蛋白質 然而因為很多豆製品都有經過加工 然後碳水的含量也會稍微高一點 所以這個是食食健康飲食的你要稍微留意的部分 今天的早餐 這是兩顆蛋的嫩炒蛋 然後這是我從荷蘭帶回來的芥末子起司 一小塊 跟木瓜 還有美式咖啡 吃完早餐之後覺得身體充滿了能量 來到社區的小健身房做了一點阻力的豚腿高強度訓練 大約40分鐘到一小時的時間 訓練之後來準備待會的午餐 我用全聯的鮭魚切成小塊狀 炸一點鹽胡椒 一些孜然粉 喜歡的香料粉加一點檸檬汁 醃製個15分鐘 稍微醃個10分鐘之後就要進氣炸鍋囉 接著進入氣炸 大約180度6分鐘的時間 取一平底鍋 再一次橄欖油 片香薑絲跟紅喜菇 持續的拌炒 接著加入絲瓜塊 加一點米酒 一起的拌炒 稍微燜煮一下至絲瓜變軟 鹽胡椒調味完成 鮭魚也好了 氣炸自然鮭魚 還有絲瓜菇菇 絲瓜和菇類是低碳水高飽足感的高鮮食材 尤其絲瓜的含水量高達90%以上 吃下一大份的絲瓜 配上富有優質脂肪的蛋白質主食 即使沒有澱粉也滿足感 up up 點心的部分我還吃了一碗水果優格 相當的療癒 好 我昨天拍料理的時候剩下的烤雞南瓜沙灣 那南瓜也算是相對低碳的蔬菜 配上這個捲餅還有酪梨 今天的早餐兩顆蛋再加米餅 已經塗了一層的腰果醬 很多人現在會有一個印象就是要減肥瘦身 是不是一定要斷食不能吃早餐呢 那對我來說早上吃下一份大約200多大卡的早餐 可以幫助穩定心情 也可以減少白天的報食機率 那今天午餐的部分因為剛好家裡有一些客人 因此準備了不同的菜色 那我拿了一些醉雞烤魚、海鮮 還有大量的蔬菜 晚餐的部分媽媽帶回了一個海南雞便當 由於它的飯量偏多 我只有拿了它的蛋白質的主食 還有配上家裡的一些蔬菜 那飯的部分我大概只有拿三分之一的飯量 那我想要告訴各位外食族的是 你們也是可以實施減糖飲食的 只要留意你的主食的攝取 只要提高整體蛋白質還有纖維的比例 你們也是可以成功實施減糖的喔 你在等媽媽喔 等媽媽陪你玩對不對 喜歡吃優格的我早晨起來 還是喜歡吃一大碗冰涼的無糖優格 然後我搭配的是比較低碳的水果 像是奇異果、藍莓、百香果 都是不錯的選擇 再吃上兩顆半熟蛋還有起司 也是一個很完美的低碳早餐組合喔 我們今天是女子訓練營 首先第一位我們做的是主力深蹲 來第二位我們做的是保佳莉亞分配蹲 你的感覺是什麼 想死 沒辦法跟你說話 沒辦法跟我說話 要碰到我 碰到我的家 碰到我的家 碰到很好 來到我們的視線前方 停一下 所以盡量不要用甩的 可是我們要多感覺到這邊側腿的扭轉 那當我們停在前方的時候 前面的肩膀和腳肌 和好朋友們結束訓練之後 我們來到大呼屋 我點的是炭烤雞肉香焗醋的單點 以及茶碗蒸 它的醬料是偏清爽的 纖維量也很夠喔 下午我和媽媽來到台灣的美食展 我點了一大碗的林聰明砂鍋魚頭 裡面有一些豆腐 還有大量的蔬菜 接著回來之後 我喝了一大杯的高蛋白 配上一些杏仁 禮拜天的早晨 我吃了一片薄片的吐司 番茄跟起司 加上一些松露醬 均勻的拌一拌 在吐司上面 加上酪梨切片 還有嫩蛋 還媽媽的早餐完成 工作結束之後 媽媽蒸了很好吃的魚 搭配南瓜還有蒟蒻麵 我撒了一些海苔酥 和一匙的辣醬 超滿足幸福的一餐 我常常使用蒟蒻麵來代替 精緻的麵條 我覺得飽足感是和一般的麵條一樣的 但是熱量還有碳水都降低非常多喔 我們跑多少公里 3.7 哇3.7 對我來說真的已經蠻多了 畢竟我平常真的不太喜歡跑步 但因為我9月要參加高麵輪 10公里的 所以我現在就要開始 Fighting 每天晚上看幾天 10分鐘加15分鐘 是啊 難怪這麼FIT 我們真的在一起練 照你的客單做 我瘦了 欸我瘦了有 6公斤喔 我剛剛遇到一對夫妻他們快點叫住我 然後說在疫情的時候 他們每一天晚上都看著我的徒手訓練 在疫情期間瘦了整整6公斤 我覺得超神奇的 然後他們說他們一些累球隊的朋友 週末都在做我的運動 然後真的有感覺體力有越來越好 所以我還蠻開心知道的 這是雞腿沙拉 然後我跟他說醬請幫我另外一份 所以我應該我先加一點醬 這個醬肉乾應該蠻高的 嗯 嗯 它做得很好吃欸 這個是炭烤雪花牛排8盎司 然後我搭配炭烤蔬菜還有蒜球 那是一個蠻低炭的組織 還蠻嫩的欸 它的熟度還不錯 它幾乎是瘦肉 沒有太多脂肪 口感很好 那最後啊 我有三個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想要瘦下來 想要減去脂肪的你 飲食上面的選擇 一定比起狂運動的效果來得好 很多人都太高估我們運動過程中所消耗的熱量 如果是以你一整天的TDE而言的話 其實運動只佔你日常消耗的非常小一部分 大概是10%到最多20%之間 想想看 你跟著妹運動半個小時的時間 頂多是消耗100多大卡 甚至到200多大卡 但是啊 如果你是一個手搖癮成癮的人 或者是你很喜歡吃點心的人 常常一片餅乾 或者是一杯手搖的熱量 就遠遠超過你今天努力運動所消耗的熱量 所以其實與其不斷的強調大家要運動起來 對於想要好好認真瘦下來的你 其實改變飲食才是能降體脂的重要關鍵啊 關於怎麼樣去調配自己的熱量攝取 我之前有講解過TDE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清楚的內容的話 可以看之前的影片喔 我在先前的影片中呢 也有大概講解過 其實我在熱量上面是一個還蠻直覺性 不會太斤斤計較的人 但是在我的餐盤裡面 我都會確保它有蠻大量且足夠的蛋白質 然後在纖維部分 因為纖維它其實熱量是很低 然後它的體積又很大 所以可以在你的胃裡面佔很大的空間 讓你的哀耳感可以減少許多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天然的食物 它一定是優於加工的食物 也就是你看不懂的很複雜的成分 對身體都不是有益處的 即便在廣告或者是商業訴求上面都會說它很健康 可是如果你感覺到吃進去的感覺是有負擔的 那建議呢就是要少吃這些東西 不要讓它成為你的習慣 第二點 了解自己的飲食偏好並適時的調整才能走得長久 我說的是你自己的喔 不是我或者是其他人或者是醫師建議 你要先問問你自己目前的飲食習慣 最能放掉什麼 換句話而言放棄什麼或者是少吃什麼 對你來說痛苦感是最低 另一方面還有什麼是你最不能放棄的食物 如果要你放棄你簡直是不能活下去 例如你是一個天天喝手咬的人 你很難一下子就放棄掉手咬飲吧 但是你可以改成你一週讓自己喝個兩到三次 而且在手咬飲的選擇上面你可以從重奶高熱量的飲料 改成比較清爽低熱量的飲料 這樣你就不會覺得有太大的牙抑感 也不會覺得你想要瞬間反彈 那認真去思考這個問題的話 我可以說我能放棄的是手咬飲料 精緻高糖的點心以及白米飯 讓我不能放棄的應該就是麵包吧 然而要我從厚片吐司改成薄片吐司 或者是從每一天吃麵包改成一週吃個三次麵包 對我來說我心態上面就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減糖其實並不是讓你放棄掉最喜歡的那些食物 而是為了你的健康著想下 去做讓你感到最舒服自在的權衡 這樣你也才能在這條路上長遠的走下去啊 第三 你要多思考的是 並不是只關乎你的外觀 而是多關乎到你的健康 我能理解大多數人想要實施減糖飲食 不外乎就是想要瘦肚子啊瘦脂肪等等 這也合乎情侶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想的 如果我們總是肆無忌憚的吃各種想吃的食物 而且是no limit的 然後也開始習慣為自己找藉口 那麼長期下來 你很有可能在殘害你自己的身體而渾然不止 此外如果你的最大動力只是放在外觀的變化的話 你也很有可能在短時間內看不到體態的變化 而覺得氣餒想要放棄 但如果你能想到的是多為自己的健康狀態 還有生活的品質招向 想要把這個減糖飲食 漸漸的融入在自己的日常選擇裡面 不是任何人逼你 而是你發自內心想要做的 那它就不會是令你覺得很痛苦難耐的一件事 那說真的我實施這一週的減糖飲食 下來呢很明顯的我的脂肪 尤其是肚子的脂肪有減少許多 然後整體的精神狀態也變好了 讓我感覺到自己有慢慢回歸到曾經的所謂健康的軌道上面 然後我也蠻希望我也可以在持續的進行溫和的健康這件事情 好那大家有什麼感想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